大家好,我是神龙哥哥 三体动画已经开播了 三体是刘慈欣创作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 由三体,三体二黑暗森林,三体三死神永生 组成了地球往事三部曲 全部字数大概90万字左右 由于情节多,篇幅长 而动画是经过改编的 所以不可能把每一章节全部都演绎一遍 为了照顾没有看过原著的小伙伴们 这七视频龙哥哥会简单地把动画版的三体故事从哪开始 三体人长啥样子 逻辑开局的美女女友为啥必须死 以及动画中的一些彩蛋分享给大家 首先,先讲讲三体动画的开端 动画版的三体第一集是以古征行动开篇的 古征行动是出现在三体小说作品第一部的第32篇 已经是第一部作品的故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了 所以动画版三体故事的开端 是以小说三体的第一部作品 故事尾声为背景 从而展开三体的第二部作品 黑暗森林的故事 所以第一集出现古征行动和逮捕叶文杰等故事的简单过程 目的是为了黑暗森林故事的正式开场和背景铺垫 同时也让三体第一部作品的开篇人物汪淼博士刷了下令 三体的第一部内容讲的是三体人为何要入侵地球 三体人是外星人 他们居住在距离太阳系四光年外的半人马座 Pelfa星 他们的科技水平高于地球人类 但是他们所建立的文明 先后经历了多达200次的毁灭与重生 三体人为了文明的延续 决定向外太空移民 在得知人类的存在后 三体人把移民目标设定为太阳系 第一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叶文杰 她被调到红岸基地参与卫星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发现四光年外的半人马座Pelfa星 存在着被称为三体人的高级智慧生命 因此借助太阳发射讯号 叶文杰开始秘密与三体人联系 暗示其殖民地球 为更好的实现目标 叶文杰在同辽伊文寺的帮助下 召集崇拜三体力量的地球人 建立了三体组织ETO 这个组织就是反人类的组织 联合国觉察到了三体文明侵略的威胁 所以成立了相应的防御 组织简称PDC PDC随后发起大规模倾角行动 在一艘名为审判日号的邮轮上 叶文杰等人建立了第二红岸基地 用于秘密联系三体人并保存通讯资料 为了一举端掉 邮轮上的ETO成员 同时保证三体文明情报不被删除 这需要设计一个极其巧妙的方案 争取在十秒内一击即中 不给ETO成员任何反应时间 所以PDC安排了代号为古征的截杀计划 PDC用了比头发丝还系的超强任纳米丝 铺设在审判日号即将经过的巴拿马运河河面 每50厘米一根 形貌犹如古征 这样便能瞬间摧毁整艘游轮 船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游轮就被切箱敞了 古征计划成功完成 ETO领导人麦克伊文斯被击毙 PDC拿到了三体文明信息 并提审了主谋叶文杰 从叶文杰的口中得知 三体人发射了两颗微粒子级别的智能电脑 简称质子 它们可以在微观世界中 干扰粒子对撞击的实验结果 从而有效地锁死人类的科技发展进程 而同时三体人的舰队已经出发 将在400年内抵达地球 因此这段时期被地球人称为危机纪元 动画三体第一集的故事到这里 算是对小说第一部内容的简单总结 以此作为背景 开启了第二部黑暗森林的内容 黑暗森林主要讲的是三体人 所死地球人的科学发展 同时派出宇宙舰队直扑太阳系 抑郁清除地球文明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局 地球人组建起庞大的太空舰队 同时利用三体人思维透明的致命缺陷 制定了神秘莫测的面壁计划 精选出了四位面壁者秘密展开对三体人的反击 三体人自身虽然无法识破人类的计划 所以依靠由地球人中的背叛者挑选出的破壁人 与面壁者展开智慧博弈 动画中的主角人物罗吉就是被选中的面壁者之一 所以在动画中罗吉遭到了破壁人的追杀 介绍完了剧情的前因后果 我们接下来探讨下 想要入侵地球的三体人到底长啥样子 关于这种外星人的具体资料 原作中给出的直观信息很少 包括三体人的外形 只知道这种生物生存的环境异常恶劣 故而进化出了在乱纪元脱水 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 进入环境相对温和的恒纪元 用水浸泡变会复苏 简单地说 就是三体人在恶劣条件下 需要脱水以便储存 温度高时 用水浸泡就能膨胀复苏 能吸水 能脱水 这咋这么像海绵呢 对于三体人的长相 作者也没有特意的描写 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留一些悬念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写作风格 因此 这就给了读者和观众足够的想象空间 三体人在古代曾经做过三体世界的模型 所以 三体人应该有灵强的手 而在乱纪元时 不少古代三体人都不能走到安全的地方脱水 而是当场脱水 可见三体人活动并不零变 可能是因为身体宽大 腿太细 所以走得慢吧 同时三体人不会说谎 他们很诚实 那么把这些特征总结在一起 长得像海绵 有手有脚 但是可能腿细 身体宽大 聪明 却又非常诚实 最后容哥哥的大脑中 出现了三体人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 你们说 如果是海绵宝宝 入侵地球 你们怕不怕呀 我已经怕极了 三体的作者 也看海绵宝宝吗 当然各位观众老爷们 没必要跟随着我的想象 可能每个人的脑中 都有一个三体人的形象吧 但不管三体人长啥样 在剧情中他们 确实是罪恶 而又单纯的存在 罪恶 是因为他们想毁灭人类文明 单纯是因为无比的诚实呀 比如剧情中 在古征行动大获成功 伊特首领被击毙 许多成员被倾剿 幸存的莫子 陷入了巨大的信仰危机 他认为三体爸爸 不管他们了 但很快三体人 通过质子 重启了联系 并告诉莫子 之所以对他们见死不救 是因为他们目前 还对人类有所忌惮 三体人虽然拥有 更高级的智慧心态 但却没有情绪的表达器官 他们的大脑 会直接把思维显示出来 从而实现零摩擦交流 他们不会撒谎 也不会人类的人情事物 因此 三体人告诉莫子 他们将重启伊特组织 首要任务便是诛杀逻辑 并在任务结束后 会把伊特的成员 与其他人类一起消灭 这个三体老板 在布置工作的时候 直接告诉员工 在员工圆满完成任务之后 会把所有的员工全部消灭 直接告诉员工 未来会羡慕杀驴 邪恶而又诚实 然而对于三体 狂热崇拜的反人类组织成员 他们却认为 能被三体毁灭 是一种荣幸 所以后面 我们就看到了 反人类组织 开始追杀罗吉 结果罗吉的小美女 女友被杀了 视频的第三部分 我们来讲下故事的主角罗吉 小美女女友 为啥开局必须死 以及隐藏在女友身上的彩蛋 罗吉在小说原著中 毕业于清华大学 是个大学教授 后来创立了宇宙社会学 他是被选中的面壁者和 执剑人 后来成为了地球抵抗组织的精神领袖 但是罗吉在正式成为 面壁者和 执剑人之前 其实他是一个吊铃铛 玩世不恭 生性风流的人 所以这种人根本不会去操心 四百年以后地球的命运 作为普通人 他该吃吃 该呵呵 反正他也活不到四百年后 所以四百年后的事 就让未来的人去反吧 但罗吉毕竟是大学教授 虽然本来只想当个普通人 可能完全就没想过 要成为拯救地球的英雄 但他正在研究的宇宙社会学 其中的关键理论 是黑暗森林法则 未来将会成为困扰三体人 数百年的魔咒 所以这让他成为了 被三体人追杀的眼中钉 罗吉除了研究宇宙社会学之外 还热衷于研究人类繁衍 社会关系学 人类繁衍社会关系学 需要男人和女人在小黑屋里 进行毫无保留 且坦诚相待的学术探讨 因此 罗吉经常会和不同的美女女友 到酒店里 进行一对一的学术探讨活动 这一次他和美女女友刚在酒店 结束了辛苦的学术探讨活动 可以说这个女友还是很漂亮的 然而三体人可不会怜香惜玉 在和女友过马路时 一头的成员制造车祸 本想撞死罗吉 但美女女友却当了替死狗 动画和小说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动画有直接的视觉冲击感 小说需要读者自己想象 动画中车祸发生的一幕 根本不需要观众动脑想象 直接从视觉中就能被这扎心的一幕冲击到 这么漂亮的姑娘 说死就死了 还死得这么惨 太虐了吧 然而这个美女却必须死 首先 女友的死亡 是击穿逻辑心灵的一把锤子 本来想当一个普通人的逻辑 她完全可以得过起过的混 根本不用去管三体人 和地球人的斗争 反正她自己也活不到400年后 但是 女友死在她身边 让她亲眼见证了 三体人的残酷 而且之后 B2的成员 不依不饶地追杀她 这就把罗吉逼到无路可退 不得不反抗的地步了 你不反抗三体人 三体人就对你和你身边的朋友 赶尽杀绝 所以 罗吉是被逼出来的 她原本安于做普通人 但却被三体人逼得无路可走 只好走上了拯救人类 也拯救自己的道路 小美女的牺牲 视为主角 从小人物被逼成大英雄的一个铺垫 其次 这个美女 拥有原本的安排 就是一个过场的人物 因为罗吉未来的老婆 是庄严的 不过 虽然是个过场人物 但是细节安排 还是很到位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 这个小女友身上的一个彩蛋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动画中 有给小女友身上的纹身 短暂几秒的特写 纹身上的英文句子是 You only life once 意思就是 每个人的生命 只有一次 一语双关 既响应了小美女 车祸去世的故事 又暗示着生命 对每个人来说 都只有一次 宝贵且脆弱 当地球文明受到威胁时 普通人根本没办法偏安抑郁 苟且的过普通的生活 面对三体人的入侵 人类只能死磕到底 所以故事中 矛盾冲突就很激烈了 人类进一步反三体人 入侵的斗争开始了 好了 本期视频 对三体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后续神龙哥哥 还会介绍 更多关于三体的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三体 就点个关注吧